8月2日,资深经纪人冯幸在朋友圈发表长篇言论,讨论行业现象,并称任何行业都会面临辛劳交替,这是必然。 他还表示,就以表演行业某女演员为例,您当大女主时,有否体谅他人,有否把戏份给中老年演员均衡,有否不指定某男主,疑似暗讽海青耍大牌,开创带编剧进组的先河。 7月28日,海青在FIRST青年电影展上与姚晨、梁静、马依丽等共同发表女演员宣言,称我们是一群非常热衷表演的女演员,但市场、题材常常让我们远离优秀的作品,甚至从一开始就被隔离在外,呼吁导演制片们给予终生代女演员机会,引发广大网友热议。 非法娱乐时时报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